这一次我们这个潜见国照 基本上我们外界得到的讯息是比较少的 可是光这个得标的各国厂商加起来 哇这个怎么讲呢 多如牛毛 感觉就是一个好像各国的科技都把它放上来了 那么有美国的有韩国的有什么 中间也出了很多的一些问题 因为我们曾经把韩国的一群一批工程师 那么聘到台湾来 结果去年的时候结果闹出来 韩国认为就是说 这一批被我们聘来做这个潜见的工程 韩国工程师有违反他前面的 一个所谓的一个契约关系的 有泄密之嫌 结果韩国公司又这些工程师 听说又离开了我们这个团队 那整个来讲的话 这个潜见来讲的话 我们可能把它想得太简单了 因为你看事实上当时澳洲要做潜水艇 他当时要找合作的对象 是别人帮他造 他最早找日本 日本有这个春日级的潜见 这很有名 三菱帮他三菱做 最主要潜水 潜水艇很重要 就是说它的声音要很小 你可以造 跟你所有声音很大的话 那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你就很容易被人家探知 所以你可以造 可是有些技术 你不是说你想一步就可以做成的 所以当时的澳洲就跟日本谈了很久 后来日本没有拿接这个担子 所以澳洲才把那个12艘的 就是说传统柴油动力的潜见 潜水艇 他给谁 他给了这个法国 法国一共是900亿美金 澳洲没有自己造 澳洲的技术会比台湾差吗 他还是让这些国家造 那韩国也造过这个潜水艇 他跟日本合作 他跟德国合作 他的做法是什么 他第一艘 人家帮他设计好 第一艘是在德国造 所有的韩国的工程师 跟着到德国去 跟着德国的工程师 手把手的造了一套箭 第二艘回到韩国来造 由韩国的工程师 去过德国的回过来自己造 然后德国的工程师 在旁边看他们造 听说两艘造出来结果都不好 所以这个潜见不是那么容易 韩国做也没有很成功 你看那个澳洲 最后还是请别人帮他造 当然这个中间有技术转移过程 当然我们是面临到这种重大武器 如果我们要造的话 要请别人造 我们在遭遇到外交上的困难比较多 可是你如果硬要造的话 你像我们目前这个造法 自己来造的话 那么就有点像是土法炼钢 就是土法炼钢 然后这个电器系统 西班牙 那个什么系统 是什么意大利 又什么系统 人家很多 我看到很多话说 你这么多国家系统 联合国了 你这整合了起来 每个国家有自己的 不同的设计的思维 那更有趣的就是说 这个潜水艇我们要造的时候 我们一下开始用了非常多的经费 先做什么 先做船屋 那船屋后来本来在基隆说 台船的船屋后来又搞到高雄 光一个船屋就几十亿 接近快百亿就没有了 然后我听了很多 比如说画图的一个公司 那么刚开始画一张图 这些东图就十几亿就没有了 然后又很多船尾都是什么 绿油油或者说绿色高官的 亲朋在里面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潜水艇 我觉得真的是条件不具备 硬是要去做 那我问过有些懂这些潜艇 我说没有问题可以造 出来它是在什么水准的潜艇 比较重要 我们现在是2030年 你如果造一个1990年水准的潜艇 请问有什么意义呢 那你的整个你的攻击力有多强 你能够潜多少 然后你的这个 你的引擎跟你那个尾舵 能够静音静音到什么效果 这个比较重要 因为这个潜水艇的话 进去的话 说实话它是攻击性武器 如果说你的这个潜的不够深 速度不够快 然后你的静音效果又不好 那你做出来的话 跟别的比较先进的这些武器来对抗的话 你没有什么没有胜算 那为了做一艘潜艇而做 有什么意义呢 基本上来讲 我们就会涉及到反潜的作战的问题 一般来讲 如果我在巴黎大学国防研究院 我们所学的理论没有发生错误的话 基本上潜艇跟潜艇作战是最常发生的 那当然现在可以用空中的反潜的作战 或是海水面舰队的反潜的能力 但是一般来说 水底下的潜艇的作战是最常出现的 那如果以数量来说 大陆到2030年估计会有90艘潜艇 我们台湾才几艘 所以我觉得 蔡英文不要把我们的潜艇过度吹嘘了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 我们的潜艇的水深 能够升到350米以下 还是350米以下都升不下去 还有它的声音 噪音 还有作战系统等等 还有就是中国大陆目前来讲 它的水下无人潜艇的发展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也就是说 台湾又花了这么多的钱下去 我们当时我就一直全力反对 我说不能够这样花这个钱 造这个潜艇 因为这个跟我们所学的理论是完全背道而驰 我们不知道当初是哪一些天才 主张说一定要自己制造潜艇 因为基本上来讲 尤其是传统的柴油动力潜艇 在水底下待的时间都不长 一般就一个多月多一点 你就要浮上水面来了 而且你的潜艇基地也就是那几个 那潜艇基地就是那几个 你在水下待一个多月就要浮上来 你怎么可能不被找到 因为你要补及的 你要上来的时候要去增加动力 那你一浮上来要增加动力 再推要开始充电的时候 就是最容易被找到的时候 台湾的整个海域有多大有多宽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当初这些潜艇兵到底脑袋里面 有没有想清楚 有没有给这个蔡英文一个 正确的一个建议 还是说都只想说 这个几千亿啊 这油水很多啊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要想清楚 另外我觉得福建舰 马上就要开始进行细薄了 那要开始进行细薄 等于是它的整个细装 西装都已经几乎都完成了 也就是说它的作战系统 电站系统 动力系统 所有武器都已经载台都上去了 都上去了 它要整船要开始做测试了 整船要做测试 一旦测试成功以后 就准备要交件了 现在我们比较注意到的 就是它的舰载机 那舰载机里面 这个殲-15D 殲-15C 这个字不在画像 问题就在于 目前传说可能会有三款 对于未来 我想这个延庭在这边 他们更了解的 一个就是空中预警 有人说空中预警 可能600会上舰 那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 到底是歼-35 也就是舰载的这个轻型的 还是歼-22 因为央视出来的画面 有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是单发动机 那它的形状看起来是歼-35 可另外一个版本是涂白的 和它的外形有压抑 就是它在脖子这个地方有压抑 然后是双发动机 看起来比较像歼-20 如果歼-20能够上航母 那这不得了 因为美国的F-22都上不了 都用F-35来作为舰载机 这个不得了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 隐形的无人机 隐形无人机 过去有人说 会不会是无针-7或是无针-8 然后有人说会不会是作战 这个攻击-11 可是它形状看起来又很像 彩虹-7或彩虹-8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 这几款隐形的 重型的无人机跟舰载机 我觉得这个都是会让它的 这个福建号的作战力 是大为延伸的 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 在未来可能十年 要发大概一万两千颗低轨卫星 因为就是说六基时代的通讯 主要可能要靠低轨卫星 不再靠这个所谓的这个基地台 因为透过低轨卫星 它的传输速度 事实上是比现在的传输速度 那高了非常的多 所以低轨卫星 基本上就是美国的星链计划 它现在不断地在抢占这个 低轨卫星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空间 有科学家算过 大概整个这个世界 这个地球可以容纳大概五万颗低轨卫星 所以现在 马斯科的它的这个低轨卫星 是四万两千颗 所以几乎要把这个低轨卫星 要占满了 所以中国大陆很快 它也要进入这个市场 然后中国大陆目标是一万两千颗 那低轨卫星将来很可能就变成 要取代了 在像我们像5G这个基地台 台湾这个手机都靠各地的基地台 到6G以后就是低轨卫星在做这个传输 而且速度会比现在还快 所以这个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现在在投入这个市场的 不管在准备投入 或者说将来有实力投入 有竞争力的 大概指向美中 美国跟中国大陆 美国就是有马斯克的这个SpaceX这个公司来 中国大陆就是中国航天 那么现在也要结合中国的这个民间的 这个力量一起来发展 所以这个世界真的 现在不管是未来来讲 就是美中两国争霸 是跑不掉了 那可是现在美国在全世界的声望迅速的下跌 这个刚刚那个欧洲议会的这个议员 其实他讲说西方的整个的下跌 其实基本上就是说 美国代表的所谓的西方 在世界的秩序里面 他始终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他干涉别人的内政 就是说你自己国家用什么方式来治理 你管你自己就好了 那别的国家用什么方式治理 他常常要在说三道四 然后用这种借口 要做干涉别人家内政的 一种实际的作为 而他的实际干涉别人内政 基本上不是只是说说的 他会进去把你政府给你翻了 所以很多国家的政府都被西方国家给翻掉了 那第二个大家觉得比较麻烦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现在这个整个美元 其实它一个国际的公共财 就是说大家已经都在习惯用美元 作为比如说外汇存底 还有就是说国际支付的工具 所以国际支付事实上基本上到目前为止 还有80%是用美元 所以就是创造出美元 大家对美元的需求很大 那很多东西不管是国际贸易或重要商品 国际商品 还有甚至国际的借贷拆借 也都是用美元在当作工具 那可是问题美元被美国掌握住了 尤其它的利率的调整 它每次一暴力升息以后 就造成持有美元的国家的本币 它的币值下降 可是它在外面所有的这些借款的话 都是用美元来支付 就造成它本币支付 它的所谓的用美元来支付 它的贷款 不管是利息还是本金 那突然整个的价值往上跑 就造成这些国家财政负担 被美国收割韭菜 所以就变成这些美国人 这种不负责任的这种行动 造成大家就希望 怎么讲呢 有另外的力量来取代 赶快摆脱 赶快摆脱 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 大部分都是西方国家自己造成的 尤其美国造成的 所以干涉别人内政 第二个怎么样 第二个美元的霸权 收割别人韭菜 这两个是造成 我觉得现在世界各国 只要有办法的 都希望有另外一个秩序 来取代西方国家的秩序 有另外一个国际支付工具 国际储存工具 来取代美元 柯林凯是一个非常资深的驻美大使 经历过三位总统 从欧巴马 川普 特朗普 一直到拜登 一个这么有经验的一个驻美大使 对美国非常了解 对 他当然更了解自己的国家 中国 他很清楚知道 中国就是怀避其罪 就是因为中国发展得太好了 然后越来越强大 美国就恨 那就很不理性的 一直打压中国大陆 那中国对于自己的主权 不管在南海 东海 中国不可能退让 也不会退让 美国是在太平洋的另外一端 美国只要不要跑到 这个太平洋的 我们这一端的话 那中美之间 严格上来讲 军事上就相安无事 可是偏偏美国就是喜欢在南海来造乱 在东海来造乱 美其名叫做航行自由 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 他就是来捣乱 那中国当然是 绝对不会退让的情形下 所以我觉得崔天凯已经放出一些警告 就是说一些灾难性的事情 可能会发生 其实这个就指的是 两个核大国的军事的冲突 已经不能排除 它不会发生了 那一旦发生的情形下 那当然就是危机 两国核大国也没有可能 这个螺旋的攀升 一下子整个战争就扩大起来 这个绝对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那您在上一节的时候有谈到 美国现在在募兵 因为美国不是真兵制的国家 日本也不是真兵 他们都是募兵的国家 他们很困难 那主要的就是 当你的国家 挑衅世界各国越多 而且挑衅是这些强国 你本身的军队的耗损就越大 死亡率就越高 想去当兵的人数就会减少 这是必然的道理 目前日本挑衅中国 挑衅到这个程度 那中日交战的几率升高了 而中国的解放军 是能打的一支军队 那当然想去当兵的日本人就会少 美国也是一样 想当兵的美国人就会少 这都是一定发生的事 台湾也是一样 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形下 崔临凯在放出一些警告 那问题是在于 如果还有脑袋的人 那他当然就会重新去思考 那问题就是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这个世界上太多人 他没有脑袋 他反正就是直译的一样蛮干 目前来讲我们看到的就是 西方的社会 他们就是舍不得 他不能够再支配这个全世界 他一定要蛮干到底 我觉得这个蛮干 就会给自己 也给这个世界带来灾难 还好欧洲 有一些脑袋清醒的国家 像法国等等 已经开始跟美国保持一个距离 如果这些情况越来越多的话 那美国要再主导欧洲 来去搞乱整个世界 那追随他的国家就会减少 美国现在这个一个经济上 当然这个困境 像这个小萝卜甘纳迪 他讲的也是蛮对的 美国现在应该要把这个 中国大陆过去做的事 在美国来效法做 把他的这个基建搞好 把他的一些立志澄清一下 美国现在有很多所谓这个叫 Red Tape 繁文乳结 他的政府没有效率的 说起来很腐败的 那这个他需要好好来整顿 然后他的这个基建不好 美国现在说实话 这个交他的不管的机场的效率不够高 还有很多这些围桥 还有他也缺乏像中国大陆这样子的 这个高铁的系统 然后他的整个的那个运输系统 都还是高耗能 他的能源没有转换 所以美国现在不是说现在就出问题 他未来也看不到未来 对中国大陆你现在都将来都靠什么 高速铁路 那很多这种电动车 将来的能源就很少省下很多钱 那美国的能源现在都还是传统能源 根本就没有再做这种结构性的转化 所以美国现在这个经济 目前的问题 已经是过去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 他因为在所谓的基础建设 还有基本的这种现代化的能源转化 工程他都没有 他都只说不做 所以到现在他就完整个失去竞争力 那现在都没有了 未来他更缺乏未来性 包括美国很 就现在叶伦来讲 应该是美国很知名的经济学者 他现在做产政部长 他也讲了一句话 他说经济要是 为什么 要为国家安全服务 说穿了就是美国现在搞的整个一个 现在的政府 两任政府 搞下来搞什么 经济为政治服务 经济为政治服务就很简单了 我本来我半导体的设备产业 可以大卖到中国市场 中国市场需求大 可是政治说不行 那请问一下 美国的厂商 你这些半导体的设备 你卖不到中国大陆 全世界最大的需求 你不能卖 那你就赚不了钱了 对不对 那只有让中国自己的设备 自己起来 不像你美国买 这只是一个半导体设备 美国今天这个也不能卖 那个生意也不准做 去制裁别人 过去他制裁别人 别人受害 现在你去制裁中国大陆的话 最后他会发现 其实是美国自己的厂商受害 所以整体来说 美国就是一个 现在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用经济来服务政治以后 经济就每况愈下 起不来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美国如果不改变心态的话 那么美国这个经济 要能够复苏很困难 我一看苏勒文要出来讲经济 我就完了 苏勒文是美国搞战略安全的 他懂什么经济 他就拿战略安全 最后要经济来服务战略安全 对不对 所以我看美国 苏勒文是不要发表演讲还好 越讲越糟糕 为了国家安全 这个牺牲经济也是可以的 所以国家安全摆在第一位 那叶伦士先铺路 苏勒文再来做演讲 苏勒文 我觉得美国 他们的政客最近都太滥用这些词汇了 什么叫做更公平 什么叫做更持久 然后什么叫做全球的经济秩序 这个秩序不是你美国人定义的 那公平也不是你美国人来定义的 怎么说呢 公平不是在于 不是建立在你不准别的国家卖商品给中国 你不准别的国家卖商品给中国 但是你自己的国家的企业可以拿到特许 把同样的商品卖给中国 这个不符合公平吧 这个也没办法持久走下去吧 所以荷兰也好光科技 或者是三星的半导体 你不能卖 或者台湾的半导体 你不能卖给中国 但英特尔可以卖 所以去年整个统计下来 美国英特尔 它卖给中国大陆的商品都没有减少 而台积电不可以卖 三星不能卖 然后荷兰的光科技不能卖 日本的不能卖 这个不是公平吧 但是苏联网可以把它讲成公平 我觉得他们都太滥用这些词了 因为有人说 我们要建立一个健康的经济关系 那健康是你说的算 你这个禁止 这个国安理由 这个华为不行 这个小米不行 这个中心不行 全部都是你说不行 都是用国家安全的理由 这叫健康 所以我觉得 以美国人来讲的话 他们的政客在这段时间 太滥用这些正面的好的词汇 用在修饰他们的丑陋的行为上 坦白说这真的是 不可以再这样做下去 再这样做下去 真的是很丢脸的事 还有一个我觉得 其实我个人的推断 中国大陆的消费者 对于外国的企业家 到他们的国家来卖商品 其实中国大陆消费者 他们的基本的态度 应该是 不需要你来讨好我 但是你既然到我的国家 来卖商品 你要尊重我 你要对我有善 因为你要卖东西给我 你要对我有善 你要尊重我 你不需要来讨好我 但是你绝对不可以做的 就是歧视我 你绝对不可以做的 就是让我感觉到不舒服 因为我不觉得中国大陆消费者 有那么的玻璃心 他们也不会说 玻璃心掉满地 不会 但是他们绝对不能忍耐 任何人歧视他 我觉得这是一个 基本的一个自信 那今天 mini 他们确实就是做了 不对的事情 就应该诚心 诚意的认错 道歉 而且应该要修正 要弥补 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 我觉得大陆应该要定一个反歧视法 他们也应该要修定一个反歧视法 任何外国人 任何外国企业 或是任何人在中国 对中国人有任何歧视行为的 都违反中国的国内法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 而且事实上在整个中国国内 有任何歧视行为都违法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 应该要定一个反歧视法 要学台湾电力公司 这也是起火 可能是因为小老鼠 或者小动物所造成的 还是有什么其他的 你告诉我们说 这么个资安重镇会起火 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当然他会讲说 他的电子资料都有备份 但是备份是不是百分之百备份 是第一个疑点 第二个有很多不是电子党的 那资本烧了以后 哪里有副本 他也不敢讲清楚 可能他也弄不清楚 但是有两个故事 可以提醒我们大家知道一下 第一个发生在清朝的时候 清朝很多的府库 动不动就掉了古董 动不动就掉了东西 那都是一些大太监 把东西偷偷出去卖了 然后叫小太监放一把火 把库房给烧了 这个案例你随便查历史 都有这个资料 那我们希望 这个所谓的调查局 不是这种情形 那第二个更经典的 发生在1946年的台北县 那时候还叫台北县 那县长贪污了 因为会计资料都在 他就找人放个火把那个会计室整栋大楼给烧了 那现在会烧到这种资安的地方 你的烧一般办公室也算了 烧了资安处 那表示你资安处的消防水平这么低吗 那你这个调查局我们太不能信任的 那如果这样烧的话 你叫我们怀疑 不会像以前的台北县的会计资料办公室 或者是以前清朝北京城的这种库房 都是有内鬼 我才不相信 所以你要主动去澄清去证明 不能两句话交代完毕了 不然你里面有多少案子正在办 我们第一个问题 那是不是就开始怀疑 有没有民进党的案子在这里面 那如果国民党案子应该不会被烧吧 民党案子可能会被烧掉 所以你永远撇不清楚 所以这个时候 你王俊丽局长可能要发一点力气 要不然这个疑运跑不掉的 那至于其他的所谓安独等等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动不动掉东西 让人家对调查局应该有那种伟大的形象 就开始会蒙沉 至于我们民进党当局搞的外交 有点不太清楚 我花了好大力气去邀请很多 准备选美国总统的人 现在跑出来选美国总统的人 随便数都有十个 那你要通通邀请 可以啦 可以让蔡英文整天在他的会客室里面 在电视台上表演 说我今天接见谁 我们台湾的友谊很多 请问你一下我们得到什么好处 你让马克宏出访都还要到好处 巴西总统卢拉出访都要到好处 那请问你 那你接待这些人是我们花了多少钱 还是要了什么好处 还只是纯粹为了民进党 在台湾内部做大内宣 那如果这样干嘛花我们纳税人的钱 而且你邀请的美国的 所谓的总统参选人 三不等阿萨布鲁的 你请问一下 你这个波顿能够选美国总统 民调有没有1% 没有啊 你彭斯有多少也不到5%啊 那你就是要邀请要邀请谁 川普啊 他至少现在超过50%啊 或者是那个德州 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Dissantis 你邀请这种大咖来 对台湾才有影响力啊 至少你邀请州长来 州长一拍 我对台湾的 里面卖到大陆的四家 通通卖松到这边来 你卖到大陆上的鱼卖不掉 通通松到佛罗里达州来 这对台湾才有帮助嘛 不然你整天垫底 让人家作为什么 竞选宣传的机器 那你蔡英文做大内宣 好像我要努力办外交 对我们台湾一般老百姓 或者整个国家有什么帮助 没有帮助嘛 那再来有关于瓜地马啦 其实我是比较谅解啦 因为你为了维持邦交 跟这些国家 一定要用金钱来往 你不要有什么道义 因为我们跟那国家本身 贸易上没有什么互补的地方 也不可能什么太大的来往 那竟然贸易上 不可能太大来往 他的老百姓拿不到好处嘛 比如他有出口商 进口商 有没有拿到好处 没有的话 那我们的钱塞到哪里去 一定塞到政客口袋里面去 其实我们担心的是 美国好像有意的 在炒作两岸之间的紧张关系 当然这个最主要目的是 他想遏制中国的发展 因为他认为 他用尽各种办法 不管是科技战 贸易战 经济战 外交战 政治战 他都没有办法 遏制中国的发展 好像中国自己都能够处理掉 那都能够处理的时候怎么办 其实最后的一招 那也就是仿造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情况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他在台湾的动作 是越来越希望挑起大陆 直接对台湾动手 而且是越快越好 我们的感觉是美国 现在目前来讲 他很希望的是大陆对台动手 因为他认为说 大陆现在的渡海工具还不够 陆战队的人员也不足 然后这些作战的话 成本代价会很高 而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 又已经快要接近成熟 因为他的一带一路 有很多地方建设完成的 都已经在获得利益了 而且跟当地国之间的本币交易 也越来越大的情形下 最好赶快破坏 阻扰他的所有的一带一路的进展 所以怎么样阻扰 他的一带一路的进展 怎么样使中国大陆的发展 能够得到停顿 甚至后退 那这个最好的方法就是 逼得大陆动手打台湾 那逼得大陆动手打台湾 你台湾一定要内应 那内应就是愿意 跟美国一起玩的这些人 那这些政客 这些政党 这个情况就跟泽连斯基一样 泽连斯基当初在乌克兰 就是民调已经低到 所有的民调怎么撤 没有乌克兰人希望他连任 也就是说没有人希望他连任 意思也就是说 他的政党一定会变成在野党 政党一定会变成在野党 而且即将要进行选举 第二年就要进行选举了 你看在那个时候 对泽连斯基跟他的政党来说的话 当然就跟美国勾连到最密的情形下 就引俄罗斯动手了 这一动手遭殃的是乌克兰人 可是现在CIA也传出很多讯息 说泽连斯基跟他的同伙已经误掉 美国政府给的钱四五亿美元之多 而且也已经查出更大的一笔 就是很多的军员就直接 当他送到乌克兰的时候 直接被送到那个地下的 国际武器市场去卖掉 那这些情况都已经都越来越证明为真 也就是说乌克兰人是倒霉的 可是那些政要那些达官选要 却赚保了核庞 现在的情况我们担心的就是美国在玩这个 由于在玩这个 那就看起来目前来讲 台湾目前就变成是一个战火的一个焦点 那因此各国你看欧洲的国家 都希望大陆赶快打台湾 每个人都来这边蹭了 每个人都来这边蹭的时候 法国的参议院的这个副议长 其实参议院在法国没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 也来蹭 然后欧洲的捷克的议长也来蹭 然后你看这些要选总统也来蹭 每个人都来这边蹭的时候 其实目的在哪里 就是希望搞个两岸之间赶快动手 动手以后他们就回到他们的国家去了 然后就开始准备捞钱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形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恳切的期待 是台湾广大的民众站起来 不让台湾少数的政党 少数的政客跟美国的政客勾连 然后把我们台湾的命运带向毁灭 带向危险 山东号跟日本跟韩国 是还没什么关系 他们只是想了解山东号的战斗力 对不起 山东号 在欧兰比120海里很稀奇吗 因为他要经过巴斯海峡 为什么要经过巴斯海峡 可能大家比较不清楚一点 因为要做一个航空母舰训练的 所谓的深南海军的场域 对中国大陆来讲 只有西太平洋 更严格来讲只有菲律宾海 因为菲律宾海 很多人以为坐在菲律宾旁边不是 菲律宾海就是日本内岛以南 然后关岛以西 然后利益尼以北 台湾以东 这一块整块叫做菲律宾海 它是全世界最深的海 平均深度多少 6000公尺 所以本身就很适合做 深南海军的操练 所以在那个地方 有风暴 有台风 是不是各样都有 所以对于这个山东舰 你现在第一次 离开这个大陆沿海 要做训练 不找这种深海地方训练 你到哪里地方训练 当然要经过台湾岛的东南方 要不然你想想看 台湾海峡深度之下多少 就50公尺 能训练什么 好不好 就算东海比较深 也不过是350公尺 更北边的黄海更惨 它的深度之下多少 只有45公尺 那你这个地方不适合 那你要南海去训练 南海是平均深度是1300公尺 可是问题 那左边国家很多 也很麻烦 可是菲律宾海 基本上看不到什么 左边国家 比较紧张的是 天宁岛跟关岛而已 其他应该是 只是日本人想要了解到 山东舰到底有多少的 占座能力 那17天里面起降的机的次数 614 在一天大概36次 其实还好 还没有到一个很紧密的 因为第一次出海 训练第一批的飞行员 总是会比较单纯 那未来它的训练项目会越多 所以大家习惯 以后山东舰 辽宁舰 这个福建舰 什么舰 什么舰 操练的地方就是在菲律宾海 也就是在我们台湾岛的东方 那一定会很靠近 很靠近台湾的本岛 那要打台湾的话 不需要用到这个航空母舰 它是要挡美军 挡日军用的 所以我们不必为这个事情 伤脑机 伤脑机要在福建的部分 比较实际 所以尹徐亚当的 其实不是韩国总统 他当的是美国的韩国总督 那他要不要把南海 整个拓进去角落机里面 就看他怎么做 因为他的角落机不是别人 是谁 就是他的老兄弟 金正恩 那其他的有人讲说 如果说中美发生战争的话 中国沿海城市会被打得稀巴烂 那中国沿海城市被打得稀巴烂 请问你东京还会存在吗 我怀疑 大阪 京都 还有洛杉矶 旧金山 纽约 还有你们的华谱 还有波士顿 芝加哥 大概都会从地球上消失 因为现在中国跟俄罗斯 已经建立全世界最大的核武集团 不多 中国大概有300到500颗吧 俄罗斯多少 6000 200颗 悲哀的美国 你没办法打仗这个核子战争 那你说只有中国跟美国打起来 那你中国不狠一点用核子武器修理东京 修理谁 对不对 民族仇恨 对不对 那你说当中国中国美国动手的时候 中国反击 那你俄罗斯不趁机来炮吗 俄罗斯等很久 等不到打你美国的机会 不趁这个机会把你美国消灭 俄罗斯哪里泄心头之恨 现在普丁满肚子气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担心这个没有意义 因为中国沿海的防空武器 基本上已经不输给美国 所以到时候比的是核子武器的数量 那如果有俄罗斯帮忙的话 那美国大概就惨了 日本去宫古岛石原岛 去装这个爱山 爱国泽山 说是为了要防止这个朝鲜的 就是北韩 它的卫星掉落 其实我觉得那个是 假借这个朝鲜的卫星的理由 主要是在测试它的实战的情况 也就是说它的爱国泽山 在实际上装置到 宫古跟石原的时候 大概要花多少时间 那么在整个运送的过程中 会发生什么事 很明显的 它是针对解放军的 这个山东舰来的 你不要忘了在前段时间 日本不是有个直升机掉下来吗 那个直升机里面 不是装了一些两个将军 还有几个军官 其实就是去看 这个山东舰的 这个朝鲜的情况 然后也看那个地形 那其实事实上 他们本身 就是在准备这些动作 只是说平常没有什么理由 你突然间把爱国泽山 拉到这个地方去的话 那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讲 很明显的就是挑衅 因此就假借这个理由 其实它都是假的 另外我倒觉得说 你看每一次军演 我们听到的都是说 解放军多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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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说 那日军跟美军会有多惨多惨多惨 从来不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每一次军演就会说 中国的什么沿海城市 什么西巴兰 台湾还有一些人说 我们的什么熊山 可以打到什么北京 打到上海什么等等 坦白说一枚的导弹 能够装几公斤的弹头 蹦一个洞而已 但问题就在于 你去炸一般的城市 你本身也要承受 你的城市被炸的这个能力 这个都是会发生的事 还有一个地方就在 我觉得百事不得其解 就是说 美国国会在演戏 日本也在演一场猴戏 为什么 为什么军演的时候 就一定是东部战区 跟你印太司令 两个人对称的这样子 来对打 来PK 这个全世界有这种事吗 那南部战区就在旁边观战 说你东部战区去打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我不能打 因为我要君子丰度 那北部战区也说 我要君子丰度 我不能够进来打 然后中部战区也是如此吗 笑话 这是大笑话 还有一个 我更百事不得其解的是什么 战场是你规划的 你定 你定在这个地方打 我解放军就必须要在你这个地方打 什么时候解放军打仗 是按照你的脚本出来 我研究解放军也研究了一段时间了 他们的打仗从来没有脚本 从来不管是跟国民党打仗 或是跟美军打仗 美军从来不会知道解放军怎么打法 国民党部队也从来不知道解放军怎么打 所以我觉得美国人可以了 美国要打压中国崛起的方法 技巧 法案 一定是一波接一波 不会就此停止 也不会就此打住 所以拜登心一波说 要对针对 Venture Capital 以及Private Equity Fund 投资中国大陆 要做出很严格的限制 那这什么意思 这当然不是钱的问题 不是因为中国大陆缺钱 所以需要美国的风投跟私募基金 不是 是因为美国市的风投跟私募基金 手上都有很多科学技术 它基本上就是 我准备多少科学技术 我要投资什么行业 然后我变成你的战略合作伙伴 战略投资者 是用这种概念 拿到比较低的股价 然后我搭配我的管理经验 我的资讯 我的技术一起合作 这个是美国风投公司的特色 所以拜登发现这种情形 就直接要把风投公司 到中国大陆投资关键产列 给怎么样 给切断掉 给隔绝掉 这个还是在科技上的一个范畴 然后很好 当然是大陆会有武当山计划 或者少林计划 或俄美山计划都很好 但是艰苦的日子 才刚开始而已 因为就拜登或者美国人来讲 只要找得到你中国大陆软热 他已经请全力的什么打压 不要讲悲人 他打起日本来也毫不松手 1986年美日半导体协议 刚开始的时候美国说 哎呀好像有点效果 后来发现效果没有到他预期 再加码 再补充协议 再加码 连续补充两次协议 美国的半导 日本的半导体就垮下去了 倒到现在 那现在这个美国打垮中国的半导体业 刚开始而已 他觉得你还有喘气 就砍了 你还活着 就宰了 所以中国大陆要有心理准备 一定是会越来越艰难 越来越鸡肋 不排除会延伸到电动车去 他觉得电动车很行 我卡你电动车 就开始来了 所以中国大陆在这方面要有所准备 任何冒出头来 一定会被美国砍下去 那至于说要不要取代美元 我觉得人民币大陆也好 先把自己的事做好 不要去管外面要不要用人民币 因为你中国人民银行 手上最多就是美元 那你怎么说服被人改用人民币 其实也没有必要 也没有这个需要 因为人民币三大块 跟美元竞争三大块 一个储备货币 你比重还是很低 第二个贸易交易的金额 你比重也是很低 第三个外汇中心交易金额 你还是很低 你不需要在这方面伤脑筋 对你本身也没有实时上的好处 所以我不认为人民币很难赢 赢不赢 现在不是那么的重要 比如举个例子 外汇交易中心最大不在美国 在哪里 在伦敦 那英国经济比较好吗 也没有 对不对 那你说德国的外汇交易不好 德国经济也没有很差 那你美国 掌控美元很强 全世界也很强 可以到处弄 那是因为金融操作 跟伊朗系统的关系 那你说美国经济 有因此比较好吗 我觉得未必 所以现在 先克服半导体这一关 先克服科技产品 尤其中国大陆最近出口的时候 对美国 对欧洲出口是有疲软的现象 但是因为对俄罗斯跟东奈亚国协 出口大为畅旺 做了弥补 所以我想说 还是要攻克 攻克欧洲市场比较实际 美国对大陆的制裁 当然不会手软 而且他一定要 想方设法的把中国大陆的关键 尤其是假脖子的 这些产业打到趴 我想一定是这样做 那当初他对日本能够成功 是因为他成功的联合了欧盟 欧洲的这些国家 可是不要忘了 日本的人口数少 日本的人口少于美国 也少于欧洲 然后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日本是出口导向 所以他更害怕的就是 美国跟欧洲对日本 那么实施这个贸易上 那时候WTO还没有很成熟 他更害怕的就是 美国跟欧洲对于日本 实施贸易上的手段 那这样的话对日本来讲 那当然碰到重挫 尤其当时日本的一些产品 正在欧洲 从低级的产品到中阶 因为日本当时在欧洲 还没有到高端的产品 我那时候91年的时候 我到欧洲去的时候 日本的产品 在欧洲的价值上 电器还不算是 不能有高端的价格 都还是中高端一点点而已 甚至高端都还谈不上 中高端的都还不多 他们都是中端的 所以当时最早的时候 当大家都在说 好像美国 他们很喜欢嘲笑台湾的产品 尤其是雨一闪 风一吹就倒 其实更早的时候 欧洲他们在嘲笑 是日本的产品 风一吹就倒 那个时候都是一样的情况 好 可是我觉得大陆不太一样 地方是大陆的人口数大 14亿人口这么大的市场 而且不是出口老项 中国大陆的出口 跟它的国内的GDP的比重 35不到 也就是说出口 占它的贸易 占它的整个GDP 不到35 那么美国却超过35 所以美国的出口 跟中国大陆的出口 你看谁比重是不太一样的 好 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下 再加上中国大陆 可以用举国优势 而且大陆的企业是爱国的 所以你看当长江存储 现在宣布低调的 宣布2024年国产化 开始市产 我觉得全国产化 市产它会宣布 而同时对美光 那么实施调查 其实就是给美光压力了 也就是说 如果你美光不愿意 接受惩罚后的赔款 那未来可能都禁止 进中国的话 中国的长江可能会来 可是问题就在于 你看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进美光 还在调查阶段 那问题就在于说 当两个讯息同时出来的时候 一个是动作 一个讯息的时候 你美国就要多思考 你美光也要多思考 你美光也要多思考